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图顾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之马力日久 见人心 今天是6月29号 礼拜一 台股今天大跌 几乎可以用崩盘两个字来做形容 台股今天下跌226点 说来9236点 量能933亿元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台股跌了226点 理由很多人把理由解释为 不管是希腊倒在的危机 或者是所谓的摩胎 他要结算所谓加速赶底 造成今天台股跌226点 这个都可以接受 这个我都可以接受 好 这都其次 事后去解盘 每个人都会去解盘 事后找理由 事后马奥胖 每个人都可以去找理由去解释 为什么本坡 今天台股跌226点 好 那投票 这几天你的操作是如何 好 那我的习惯 呃 待会我们会去跟你解盘 在这边 我们还是维持 我们过去的习惯 今天已经是 6月29号 明天是6月底 好 每个月的倒数 第二个交易日 每个月倒数两个交易日 我们会让你去验证 我们过去多空关键转折报告的看法 行情看对 请您多鼓励 行情看错 请您多包含 我林红像会不会错 我会错 错 我也会跟你道歉 对错都可以接受公平 所以有来听我们讲座的 当午节三天连续假期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半讲座吗 那时候有来听演讲的 请你把资料拿出来 好 可能现在 可能现在 可能现在的你 你 可能心比较急 想知道 我对大盘看法是如何 止疊的美 但是我觉得 有些东西你应该 该 该 运作的 你还是要去运作 待会我们去跟投票 去结盘 那有来听讲座 请你把资料拿出来 请你把 六月关键转折报告 拿出来 有一天我们演讲 应该知道 或者我们家族朋友的人 应该知道 六月多空关键点 9700点整 9700点整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 六月的高点 9692点 我说 9700点 然后 六月的高点 9692点 差8点 差8点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 站上多空关键点 偏多操作 跌破 多空关键点 保守操作 好 站不上的话 他就会做拉回 真的也拉回了 好 拉回 下探 9409 再探 9222 9222点 9222点 今天收盘价 9236 今天的最低点 9227 今天的最低点 9227 今天的收盘价 9236 或者说 本破的最低点 是 9170 本破最低点 到目前 到目前 最低点 是9170 所以那时候 来到9170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 看得很空 那时候 来到年限的时候 来到年限 跌破年限 8天的时候 市场 比较悲观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理论上 这边在追杀 不太容易 有点转强的意图 我记得在端午佳节 连续三天 那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这边已经有机会 要转强 然后会反弹 我说 如果你信仰的上帝 你信仰的菩萨 你信仰的佛祖 如果这边 能够让你反弹 到9500 9600 9700 你要不要走 对不对 我这样子解释 没错 后来 大盘本破的反弹 来到9500点 一点不差 大盘反弹到9500点 9500点 整数关卡 我们那时候 在节目告诉大家 我说如果这边 你信仰的佛祖 你信仰的菩萨 你信仰的任何一个 开悟的名师 他在这边 让你反弹到 那你是要全力做多 还是你要抢反弹 还是你要等到反弹 做卷空 没错 所以本破高点 是9500点 好 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 我说这边 如果你要抢反弹 我不反对 资金不能超过三成 不能超过三成 对不对 好 反弹还是以做空为主 好 反弹还是以做空为主 好 所以 各位亲爱的同朋友 我从刚才节目一开始到现在 大概跟你讲五分钟 只是跟你讲过去 过去这 这段的心路历程 好 这过程中 我想你都有参与 对错都可以接受公平 我连红相会不会错 我会错 每个人都会对 每个人也都会错 那我只是 我比较这样子讲好了 我觉得一个人有信仰 一个人心存善念 或者一个人 比较正面积极的话 他比较 比较快的时间去走出低潮 或者他在低潮的时候 会有贵人帮忙 会有贵人帮忙 一个人如果比较投机 一个人如果心存不是善念 而是只是想占人家便宜 或者每天在节目告诉你 知之长听班 或者告诉你 用很贪婪的口吻去结盘 他会赚钱 我不否认他会赚钱 但是当他低潮的时候 他可能要比较久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比较不会有贵人帮忙 比较不会有贵人去拉他一把 那我为什么要在我节目 去跟你聊这个 我觉得股市事实上 它是一个很玄的东西 我每次跟你讲 跟人家讲这句 我不晓得你能够体会多少 虽然只不以怪力乱神 但是我觉得股市 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就是说 你除了要学技术分析之外 你要学基本面分析之外 你要去捍卫你的道德价值观 我不想这样子去跟你解盘 你会不会觉得 我讲一些狗戏上的 好像没跟你解到解盘的重点 解盘事实上不需要解多少 我们当时就告诉你 解盘 我就告诉我 长会长到哪里 跌跌到哪里就好了 讲那么多废话 到时候你到底是怎样看 这样就好了 不是吗 所以这个已经有点扯得比较远了 那为什么到今天 我们还是要让你去验证 我们每月的多空关键转的报告是如何 而是 那是一个人的 我常跟大家讲 就如同我节目所一开始所讲的 路遥之马力 日久 见人心了 好不好 好 所以 莉莉沙沙讲了一大堆废话 让你听废话比较不好意思 在这边非常感谢 昨天礼拜天 昨天礼拜天我们办经典技术分析班 有很多投资朋友来听 来上课 有人从国外赶回来 有人从国外 在国外工作 然后特地赶回来上课 也有人从中南部坐高铁上来 好 那台北 台北 新北市这些 桃园 新竹这些 当然是蛮多人的 好 这就是 谢谢大家 好 那什么叫买点 什么叫加码点 什么叫做多单获利了结点 什么叫做放空点 哇老师 最近应该要去学的放空点 什么叫做放空点 什么叫做反弹无力做放空 我们都有上过课 什么叫空单退步点 这都讲完了 希望你可以灵活运用 港湖可以 都交出去了 港湖可以 我几乎都交出去了 那为什么 我要做一些动作 我是想让 这样子讲好了 我常在节目讲一句话 你挺我 我就挺你 你挺我 我就挺你 那我希望 在政策广播电台 我的家族朋友 或者是长期爱护 我们的投资朋友 能够成为股市里面 应该是说 很幸运的一群人 好 然后能够学到正确的概念 学到正确的投资理财概念 好 然后如果你有能力 如果你有 如果心有余力 在股市里面赚到钱 那就帮助社会上 需要帮助的人 也就是说 你今天来听我 留一项节目 如果有缘分 或你有机会赚到钱 那或者你有学到 正确的看盘观念 看盘技巧 心有余力的话 我希望你 能够帮助社会上 需要帮助的人 好 我觉得 钱身外之物 不要把钱看得那么严重 不要把钱看得那么严肃 当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觉得 施比受更有福 我不想认不认同 但是我一直觉得 施比受更有福 好不好 好 讲十分钟了 开始解大盘了 大盘 我的看法 今天这根K棒 水能在周 一能附中 今天大盘跌了226点 外资卖超71亿 自行商卖超54亿 如果你今天看到自行商 你上面朋友写自行商 而只看到54亿 你会觉得 是不是今天外资卖超54亿 就不是 今天是外资营商卖超54亿 今天大盘跌226点 希腊倒在危机 所以造成全球股市崩盘 也还好啦 说实在话 有人说他会不会像连麦兄弟 当初衍生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我觉得还不会啦 说实在话 我觉得不会有多大 台股 你事实上 你从今天的 八大类股的盘中分时走四处 大概就可以看出来 好 大盘间跌2.39% 好 2.39% 电子类股间跌2.94 金融类股今天跌2.11 所以基本上 金融类股间跌幅比大盘来得小 也比电子类股来得小 那表示什么 相关的铺险部位 基本上 没有多少金额啦 说实在话 说实在话 所以他 希腊的倒在 他会不会一个所谓的连锁的反应 系统性风险 影响到整个全球股市 我觉得是还好啦 我认为顶多反应两天而已 顶多反应两天 因为台股从10014跌到 9170的时候 那时候反应两个利空 一个利空是所谓的希腊会不会倒在 一个是所谓的MERS 南韩MERS的问题 所以台股从10014跌到9170 事实上他已经在反应这两个利空了 反应 反应 这850年已经在反应 希腊会不会倒在 跟南韩MERS这两个利空了 所以以今天来讲的话 台股今天 因为希腊倒在的问题 间谍 我个人大概两天 大概两天 大概就差不多了 大概两天 所以说不定 说不定台股明天连反应都不能反应 他就上去 水能在周 亦能复周 目前我比较care 比较担心的是在费城半导体 费城半导体 台股电今天 并没有天息 台股电今天跌 台股电今天跌 市长在上个礼拜 五的时候 台股电的走势就告诉我们 相对台股电比较弱了 这个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我们说 以目前的税支之下 对于内支跟外支来分 外支他分离课税20% 内支来讲的话 相对而言 今天你要负担所得税 然后再加上你的 两岁合一可扣底税率减半 那你要负担二代健保 事实上相对的气息卖压会比较大 你从台股电的走势图 应该很明显看出来 所以今年来讲的话 参与出全息的人的意愿会比较低 如果连台股电 参与出全息的意愿都比较低的话 那今年气息的卖压应该会比较大 这个应该你可以 从台股电应该就可以见为支柱了 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现在我的看法 其实我看空 好 那现在我们要讨论 老师 那反弹的右肩结束了没 反弹的右肩结束了没 你问我 我这边告诉大家 我的看法 趋势 我们讲的嘛 分析过程中 有大而中在小 什么叫趋势 什么叫形态 什么叫做 短线的九天战法 K棒 趋势当然是空头 所以那反弹形成右肩做卷空 这个 这个 没有多大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在讨论是说 老师 这边如果是反弹形成 不过高的右肩要做卷空 那反弹结束了 还是这边就直接指指下 你问我 以我们今天解盘时间点 6月29号而言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 嘿 红像老师你怎么可以不知道 头顾老师都是神 每个老师都要讲得很肯定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 我不是神 我不是神 我也不是神经病 所以我会告诉你 明天一定会大涨或大跌 但是我知道 明后两天很重要 明后两天关系到台股 本坡反弹右肩结束了没 那我个人倾向 如果你要问我 真的要问我 趋势是空头 所以他们反弹理论上 你应该都是反弹做卷空了 而且只是说 你要把他抢短而已 抢短的资金不能超过三成 好 那如果你要问我 我会说出我心里的话 的话 我个人觉得他 还没完全结束 就不会直接下去了 他这边不会直接下去 他会有机率 再做反弹 只是反弹力道是多还是寡 我个人倾向是这样子 为什么 这可以分几个层次去讨论 这可以分几个层次去讨论 我们这样子 再重新归纳好了 再重新归纳一次 趋势 我看空头 所以这个不用自己 这个就不用讨论了 分析有大而中在下吗 现在我们是在讨论的形态 反弹右肩结束了没 不管他结束了没反弹 你就是要空了 把握这个重点 把握这个重点 那为什么今天会说 这根K棒他有50%的几率 并他有机会日线 还会有机会反弹起来让你空 理由 请仔细听了 这牵扯到比较复杂 这牵扯到7月多空关键点的布局 因为今天杀到226点 所以对7月的多空关键点 开出来它是有利 这个你听不懂 这个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说 今天这样的布局 对于未来的反弹是有利 有这个概念就好 谁能载舟 一人负舟 最后就是这样而已 没办法再败 最后就是这样而已 你听什么意思 最后就是这样而已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大盘从10014跌到9170 他跌了850点 好 这一波他只反弹一天 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他只反弹五天 如果他只反弹五天 他就拉毁 所以我这样讲好了 你没办法累积很多动能 那你今天要杀 你要动能 你要破底 你要动能 那今天已经跌226点了 好 在这反弹过程中 融资是减少的 从上个礼拜 端午加节连续之后 融资反弹过程中 融资是减少的 融资不是增加的 你听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这五天的反弹 你今天你要杀 你要动能 卡丫的还缠 你要动能 但是融资是减少的 融资是减少 所以今天卡丫的还缠 他要在破底的几率 也许有 但是不会很深 不会像那八百五十点 甚至五百点都不会有 所以各有利弊 看他要怎样玩 看他要怎样玩 那如果今天他要 卡丫还减少比较深 他应该反弹起来 再踹下去 力道会比较强一点点 力道会比较强一点点 所以我的看法 我在这边做 再做一次最后的归纳好了 请你稍微听一下 以我们现在解盘时间点 分析 由大而中再小 趋势空投 趋势空投 所以反弹找空点 这个无庸置疑 现在只是说 反弹的右肩结束了没 这是我们要去讨论的 反弹右肩结束了没 我个人的看法 目前几率一半一半 几率一半一半 你要现在告诉我 给你很肯定的答案 我只能说 我自认为我功夫 没那么厉害 我感觉不太厉害 别人也许功夫有那么厉害 我自认为我功夫 没那么厉害 那该如何去研判 未来的两到三天 应该是 未来明后两天 还不用两到三天 明后两天大概就知道 他会不会反弹 那如果明天有反弹的话 他就会再来挑战一次 9500点 这个横盘整理的缺口 老师会吗 9236点 如果明后两天再反弹 会来之前我们跟你讲的 他在9500 9700 他横盘整理区间很久 他再反弹一次 他再供一次 就这样子 但是那个反弹还是找空点 看你是 看做短还是做长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原则上以做空为主 强反弹资金不能超过三成 好吧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56-57 大盘间谍的226点 我想每个人心中应该不是很好说 股市 我一直相信 它能够让你赚钱 它能够让你翻身 它能够让你改善家里的经济环境 但是不是那些智智涨停满 每天告诉你 你就是要买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 不跌更应该买那些头部老师 反正是西德又不是西平德 我觉得人要心存善恋 人要心存感恩 那如果你想找一个专业 呈现负责的团队 我林鸿巷 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心爱的好朋友 好不好 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把握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林鸿巷 下面大概剩下四分钟 我们要跟你讲国际盘 我觉得国际盘 这边你应该稍微留意一下 那所谓的国际盘 并不是因为希腊的问题 我觉得希腊问题 它已经早就反应完了 所以希腊的问题 不需要去把它扩大 希腊问题 并不需要去把它扩大 我们希望大家有空的话 去看一下美股 美股 美股不是在道琼 道琼并没有什么好讲的 也不是在NASDA 也不是在NASDA NASDA你也可以说 NASDA会进入做整理了 因为NASDA已经跌破 618号的低点了 所以NASDA会进入做整理 美股目前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在费城半导体 所以台股联动相关比较大 就是台积电 联电 日月光根细品 为什么跟大家讲费城半导体 比较有问题 我记得以前费城半导体 在3月25号 形成一根长还可以棒 我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717.38 717.38 我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后来费城半导体 在5月28号那一周开始 它出现几个重大和平难 第一个是所谓的安豪 无论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安华高去合并博通 然后Intel Intel去合并所谓的阿尔特拉 在5月27号那一周 短短5个交易日 出现两个重大的合并 一个是安华高合并博通 一个是所谓的Intel合并 所谓的阿尔特拉 造成费瓣突破 高点来到751.21 785是1.21 751.21 我们说那个并不是一个实质的利空上去 而是因为它合并的体材造成它涨上去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费城半导体的5月27号 藏宏大量的低点就不应该破 那个低点是716.34 716.34 昨天的费瓣 就上个礼拜的费瓣 它用跳空缺口把它做跌破了 用跳空缺口的方式把它做跌破了 所以如果费城半导体 它这边用跳空缺口的方式跌破 这根长红棒代表费城半导体 它应该会进入比较长的整理 代表整个形态都破坏掉了 所以联动台股相关比较大的 就是台积电 联电 立月光 细品 它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辛苦一点点 这是我们关于我们对 对于费瓣你应该要去留意的事情 而台积电 联电 立月光跟细品 基本上它占台股的全值也很大 所以他们如果不是很好 那台股相对就有比较大的疑虑一点点 那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就是所谓的上海A股 或上海中和指数 上海应该是说 中国大陆在上个礼拜周末突然的降准跟降息 好 但是今天呢 今天上海A股持续跌3.3% 那上海中和指数跌3.4% 3.34% 上海中和指数已经来到4,053了 投票 我们当初在2500多点的时候 告诉大家互感通 2500多点 不到2500点 我们说 那时候涨到4,000点 我们说什么 我们先获利了结 都带尾安 我说涨上去 感谢头 感谢买老 把人家 就今天上海A股已经来到 4,2,4,5了 上海中和指数已经来到 4,053了 快来到4,000点了 怎样上去 怎样下来 怎样上去 怎样下来 这个你都可以慢慢做验证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费城半导体 有疑虑 那上海 上海 对岸的 上海指数也大幅拉回 所以哥起来投票 台股 这边我的看法 分析趋势 由大而中在小 趋势 空头毋庸置疑 它会不会反弹 行程右肩 再让你跑一次 几率一半一半 明后两天就知道了 明后两天就知道了 好不好 你先问我 我不知道 但是明后两天就知道了 好不好 但是反弹 还是请你 以做空为主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5657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想在股市里面 寻找一个专业 诚信负责团队 我 联合象 绝对是你 投资助上 值得信赖的 好朋友 最后祝你 超度顺利 我们 明天见 拜拜 拜拜